有沒有跟太太談過 地教子女的時候 我們的角色分工 一個是黃飛鴻 一個是石堅 那我一定是黃飛鴻來的 看我的樣子都像 是不是我這麼好人來的 今天的活動 很高興請到 Paul 陳志遠先生 和王澤峰 王Sir 和我們一起分享 我們做爸爸的心得 我想問你們兩位 其實嬰兒出生之後 你們有沒有覺得 整個生活方式 或者心態都已經不同了 最不同的 其實我覺得 那個人的耐性好很多 因為我會覺得 有個小朋友在這裡 他什麼都不會認識 他只會哭 就算他不舒服好 肚餓 眼睡 其實每一樣東西都會哭 那你有時 你會覺得 如果我沒有耐性 我不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有些人可能 哇 我好猛症 好醜 其實幫不了這件事解決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這樣 久而久之 我很耐性就好 就算他發脾氣好 他扭也好 我都說 不要怒氣了 算了 不要這樣 就是會這樣 如果比我以前來說 我真的不管了 真的走開 就是那個人覺得很吵很煩 做爸爸之後的感覺就不會是這樣 還有你會覺得 如果我不要脾氣 我沒有耐性 那女兒又學到十足十的 他又會沒有耐性的 那你又不想這些 就是我叫做不好的東西 就是不要傳到他那裡 就是我經常覺得 你會做一件事 他都會跟你一樣的 很奇怪 我都不太明白 好像最近他也是這樣 我現在不敢亂說話的 他轉頭就跟我說話 我看電視 他講了兩個字 就叫做傻仔 接著他每次看到電視 他都照顧 我太太就罵我 我說不是啊 我講了一次而已 小朋友就有這個特性 你做什麼 他學什麼 所以你會想 多了小朋友 就是自己要站在你那裡檢點 就是要沒有火的 不知為什麼 不過自然收火 是不是因為女兒的問題呢 我會覺得是 我家裡三個兒子 所以做爸爸 就是特別大壓力 因為 就是 就是因為 哈哈哈哈 不知 因為你知道 其實例如 他很多時候的榜樣 就是他一個男生 他都會用爸爸做過榜樣 你做的所有的言行舉止 一言一行 其實那個小朋友很快學的 就是有時候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遺疑的 但是就好像很多的例子 例如說那些傻仔 你這麼愚蠢 他真的立刻 一下子就說了 一下子就會學到 所以你會特別警覺 第二就是 真是一個EQ的訓練 尤其是第一個兒子 其實第二跟第三個的時候 就相對你異上手 但是第一個的時候 你真的發現那個 就是我 這個世界真的好像 算是有一段時間 真的倒轉了 因為有個生命 你又溝通不了 不是 他那時候還沒懂得說話 你只可以去觀察 去理解 嘗試去猜一下 究竟他想要一些 一些什麼 有什麼生活的需要 例如他哭 他叫 其實有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用自己的視覺 大人的視覺去出發 但是有小朋友的時候 你就發現 例如他的情緒 他有些事情不開心 他有些事情不懂得表達 所以他可能會有些脾氣 有些情緒 那時候 其實你不能用一個所謂大人的方法 去跟他處理 好像突然間 你有一個新的一雙眼 去看這個世界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 我兒子 例如你正常睡覺 你不會特別留意其他的事情 但是 我記得兒子 大概兩歲的時候 他是很刻意地說 每一次附近有救護車 或者警車走過的時候 我就會很大聲很興奮 那就是醫院會說 喂! 警車呀! 然後 消防車 就是 喂! 消防車呀! 原來一晚 他是這麼興奮 是可以 十幾次 大概有一晚 我記得 特別不知道 可能有很多意外 有很多人 八、九次 他都是很興奮地叫 而我從來沒有留意過這件事 我從來沒有留意過 這些環境上 原來我們住的地方 一晚有這麼多救護車 警車 會警察去逛逛 而因為有個小朋友 而他的視覺 是這樣的時侯 那就令到我們會 起碼令到我自己 好像看多了很多 很多的東西 那 去到 可能帶他出去玩呀 行城市呀 就是我自己 就是我自己的工作 就是帶人到處去 所以都經常帶兒子 去 就發現很多時候 例如我們去看一件事的時候 小朋友真的有完全不同的觸覺 和那種體會的 而他跟你說的時候 你就發覺 好像 突然間 好像真的多了一對眼 而那對眼是 令到我自己 都對於看世界呀 或者看不同 我生活的地方 有不同的 有一個新的視覺 你們都留意到 就是 女兒或者兒子 是很容易學爸爸 那麼你們其實有沒有想過 就是有沒有跟太太聊過 我們教兒子的時候 我們的角色 分工 有沒有這麼特別談過呢 分了 分了是怎樣的呢 我們其實未出生之前 都 這麼準備呀 是去想 因為我比我年紀大一點 小朋友這麼遲出生 我們五十多 我們就想好了 就說 一個是黃飛鴻 一個是石堅 我一定是黃飛鴻 看我的樣子都像 是不是 我是好人 媽媽一定是石堅 所以呢 在管方面 或者教方面 就媽媽 下手 但是我 都是縱容那個 包容那個 因為我們經常覺得 如果兩個都這麼兇 其實小朋友 未必是好事 我覺得兩個陰陽調和好些 有一個是兇 有一個是不兇 我就是屬於哄那個 所以他完全不怕我 但是相反媽媽很兇呢 他真的是聽媽媽說的 其實有時我都反過來想 倒不如我兇好些 肯聽話 不過呢 又反過來說 小朋友對你的愛很單純 他喜歡就喜歡 不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 我都相信在爹爹的心目中 爹爹一定是多數給他好東西的 所以每次他見到你都寬天喜地 這件事真的很甜 但是我家裡真的沒有特別的分工 就算我現在都做了父親五、六年 其實去到現在都沒有跟老婆 很認真地去談過這件事的 所以可能 我想我們的做法就好像 我們爸爸和媽媽都是 集王飛鴻和石劍於一身 就沒有特別去分 那反而是有些 有些 叫什麼呢 就是有一些 principle 我們都會大概同意 例如當 小時候 其實就是不用那麼兇的 就是不用那麼兇的 就是盡量他哭就哄他 盡量讓他開心一點 讓他的情緒好一點 那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都不會特別去惡 但是有些 例如真的要堅持的時候 你怎樣哄我 我們都不會退 那那些的原則 就 很幸運 我老婆其實都 沒有特別聽過 但是其實大家的想法都 想法都差不多 所以 有時黑面白面 有時我們自己都會做的 有時 就會哄兒子 但是有時 他們真的 覺得他很頑皮 或者要教他 某些東西 不可以這樣搖 某些東西 不可以這樣吵 某些 有些的紀律 真的要的時候 其實我和我老婆 都守得 幾 幾緊 而這件事 沒有談過 真的 所以都 幸好就沒有特別去 喊過教 有時 老婆在教的時候 我都是閃開 閃開 這些就是老公的智慧 有時 例如我自己會教兒子的時候 其實我老婆都不會特別出聲的 很多時候都是 當這件事處理了之後 就事後可能會說 老公 老公你的樣子很壞 所以沒什麼吵架的 不過有件事 真是很影響到小朋友 我經常都 即使聽到朋友都是這樣說的 父母 無論什麼喊撒也好 或者有時 你知道一句半句等有了 兩夫婦 最好都是不要在小朋友面前 小朋友很影響他 我試過大聲一點 即我試過吵大聲一點 我剛剛回頭看一看他的樣子 我覺得他很害怕 那我就覺得 我大聲了 我和媽媽可能講話 我真的有時吵了一點 然後自私有了 我就要小心這件事 因為 在他們面前 做任何事情 其實 他有內心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什麼事 但我又不想帶一些不好的東西給他 你們兩位都很 和太太有一個默契 他怎樣去管教子女 怎樣去照顧子女 但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在本書裡面 我們其中有一個爸爸 王德森 他提了一件事 其實我們做爸爸沒有說明書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怎樣做 兩位都是新手爸爸 幾歲而已 你們怎麼知道你們自己的方法 或者你怎樣學做爸爸 會不會是跟回自己 以前爸爸怎樣教你 你又怎樣做